由美南大专校林会职业青年委员会主办的 2020年职业精英论坛在乔教中心举行 主讲人周灵营以自己华裔女性的例子 如何在美国资厂上一步一步向上爬 打破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取得最高的职位 有听过我讲过这个 我在几年前在国建会有讲过一次 不管怎么样 你come across 你要活跃 你有commitence 你可以很能远你自己想要有一个什么brain 你有没有想过 第二个是说 人家怎么看一次 什么work ethics, your intelligence, drive for results, curiosity, humor and empathy actually out of all these words 有没有emphasy 有没有passion 是很重要的 第二句话我觉得跟这个 你要在公司里走远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留在这个同样的这个room 那如果说你是对这个 financial investment 投资有兴趣的话呢 它是在楼上的2013 那不是社会地位压死你 是你自己害死你自己 就在所有的职场都是一样 刚刚讲的通通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讲的 所有的人讲的都是一样要尽心 要敢 敢讲话 敢跳出来讲话 那个 刚刚面话讲的 如果你可以讲的故事 甚至是在那一段时间 不是那么好的 你也可以把它软转的解释一下 这样就好 你应该点到位置 你不会 通常interviewer不会一直去 talk 你那一件事情 谢谢你的时间 张远菲娇老师同时也是我们JCCCA里面 这个 scholarship 跟投资的这个chairman 然后也是我们的commedie 所以他对我们这里面的贡献非常非常多 谢谢大家